特斯拉今年的价格战让国内的一众造车倾势力非常的难受了 从效果来看呢 在特斯拉超高的毛利率的支持下 马斯克或许已经赢得了一局 王船福呢 以及于成东进行的都对行业进行了一个判断 在前有产能爬坡的困境 后有传统车企追赶了大背景下 新能源汽车行业的窗口期或许真的直升下三五年的时间了 但是对于头部的特斯拉和比亚迪来说 压力就要小很多 经过去年的极限下跌 特斯拉今年开启了反弹模式 从年初低位算起呢 特斯拉上涨的幅度已经超过了135% 市值已经重回了8000亿美元上方 同特斯拉一起爬出谷底的还有Meta 如果从去年11月算起 Meta的涨幅已经超过了215% 市值呢也重回了7000亿美元上方 阿斯克此前呢也放话 特斯拉市值有朝一日将超过苹果和沙特阿美之河 6月初特斯拉的坚定支持者 木头姐凯西伍德悄悄的卖出了上亿美元特斯拉的股票 作为木头姐旗下基金的第一大重仓股 过去的一个多月里 特斯拉的涨幅超过了65% 而特斯拉的涨幅间接呢 也推动了ARK净值的提高 木头姐对于特斯拉可谓是情有途中 早在去年特斯拉大跌时呢 她就数次站出来立体特斯拉 ARK给出这样的目标的理由呢 是她们相信特斯拉未来的自动驾驶出 出租车业务线呢将能够极大的驱动公司的增长 根据ARK的模型 到2027年特斯拉的营收呢将达到1万亿美元 而其中6000亿呢来自于汽车收入 要达到木头姐的目标涨幅特斯拉的股价呢 还需要上涨7倍多 但对于木头姐的减仓的行为呢 有分析人士认为当某个个股持仓的占净值比例超过10%时 木头姐呢就倾向于进行减仓 因此呢她后续可能还会继续的抛售一部分特斯拉的股票 而当下特斯拉的股票呢 当前占ARK净值11%以上 中而言在特斯拉大涨时 木头姐因为没有对特斯拉的股票大幅的调仓 导致了2022年ARK净值出现了较大的回撤 再要显示呢ARK2022年总亏损接近了67% 经过了大幅的回撤之后呢 今年特斯拉的股价出现了大涨 木头姐呢需要保住一部分的利润 减仓呢也是合理的行为 看见才经认为目前呢特斯拉的估值已经偏贵 且适应率也超过了70倍 尽管特斯拉的表现相对较好 但是长期来看估值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消化 execineal的细节